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你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器》 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今次讲讲,伦敦就麻烦了 这个交通为什么呢?我看到 但因为我也进入了很多疑英群组 有人看到一条告示马上放出来 现在我进入了很多黄友群组 每天都有新闻 他就给了一些新闻我看看 不过又不是全部的 当然是有利的,他当然说了 但这条 虽然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无利 不过也要说了,因为是切身利益 究竟什么事呢? 英国全国铁路海市及交通工人工会 RMT就宣布将会重启 这个下季暂停的罢工本来是暂停了 因为当时想着 不要霸主了 谁知道 终于该来的始终都来了 罢工时间就由今个月尾 预计就持续三周 据报道 从11月26日到12月18日 伦敦地铁五条线将会进行罢工 这五条线就包括中央线 银汽线 北线 以及 皮卡迪里线 还有维多利亚线 这些呢 很多黄友就说 喂 我要上班的 好像有个 有一个 刚刚在伦敦找了一份洗碗工的港妈 他就说 我怎么上班 其实 讲回详情就是 11月26日星期四 星期五对不起 凌晨4点半开始所有 参加罢工的五条线 你记住 他是将进行24小时的罢工 全天都没有订阅 星期五记住 各位在伦敦的罢友记住 11月27日即星期六晚上 8点30分 开始 Central Line和Victoria Line 就采取罢工行动 为了阻撓原定 重启的夜间 地铁服务的计划 罢工将持续到 11月28日星期日 凌晨 4点 12月 3到4日 和12月10到 11日 还有12月17到18日 Central Line和 Victoria Line 都会 从夜晚8点30分到第二天 4点30分开始罢工 另外 12月18日星期六 凌晨4点半开始所有参加罢工的 五条地铁路线 将会再次进行24小时罢工 他选择星期六就没事 不怕阻止人上班 但是有些人星期六要出去 走一走 走一走 也有些人星期六要上班 所以港妈说是什么 因为她星期六有很多碗要洗 他说 他说 今年3月 伦敦 就发生了 之前我们节目说过 沙拉 埃弗拉德 独自在 回家的路上被人绑架 并且 是没有了 很多人呼吁 重开夜间地铁 这个请愿 得到了15万人的支持 伦敦市长 简世德 10月21日宣布 从11月27日 晚间开始恢复 运行夜间地铁 这次罢工的原因 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你付回这么多工钱就没问题了 不过 伦敦地铁 管理层 你叫我多开车 居然 是炒了 200个夜间地铁司机 为什么这样 以及地铁工作人员 而裁员 就导致 地铁司机和员工 严重短缺 车就经常没有人 在轮班 员工工作 真的实在辛苦 所以 你多开 运行时间长了 你还要炒人 我真心地说这个 我也想不通 对不起 其实 在 RMT 提出罢工的同时 英国 轨道交通司机工会 亦威胁 要在 圣诞节期间罢工 玩到这么大 是的 接近99%的 地铁司机 投赚成票 是想罢工的 为了什么呢 就是反对 改变养老金 和工作条件的计划 工会主席 叫 Mine Lynch 他就说 没有人 比我们更加希望 为伦敦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特别是为女士 但是 你为了节省开支 而进行大裁员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 工作已经多了 你仲大裁员 这次他真心地说 他也没错 伦敦地铁客户 运营总监 Nick Dan 丹特 我们对工会这种 不必要的罢工行动 和威胁 伦敦地铁交通局的行为 感到十分失望 伦敦市长简世德亦说 简世德 那群 BNO客人说 为什么不接受我访问 希望你输不到结果他选到 不懂你 他选到 他说 我知道夜间地铁的回归 对于伦敦夜间经济 对于我们这个伟大的城市来说 复苏是很重要的 以及每个晚上回家的人 的安全是多么重要 尤其是女性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坚持重开 夜间地铁的 服务的原因 他们没有说 不做 他们说 待遇不能做 以及加工事 人手不够 他们没有说不做 说明 他们没有说不肯 亦没有反对开夜间地铁 简世德就说 要加工钱 加工钱不要紧 最重要是加人手 其实不炒已经好 他还炒了人 人手 各方面各业 也有很长时间 你想想 加工钱也没有用 人制这么多 是吗 是真的不够人 是真的不够人 不过人手也要尽快补充 对 简世德呼吁 希望工会 取消这些罢工 回到谈判桌前面 与伦敦交通局合作 恢复这些路线夜间的地铁服务 其实 DBN August就问我 伦敦地铁大罢工 会影响我们上班 是会的 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做服务业的 你记得 做餐堂 有些人就说 我的餐厅 真的很依赖坐地铁 伦敦开车比较难 将会影响 DBN August 差不多一个月 圣诞前的周末 刚才那个 港妈为什么那么生气 因为 是出行的 高峰期 他就说 我又不会开车 不坐地铁干什么 现在他们终于知道 英国是这么严重的罢工 说到什么都好 他们是不是想一想当时 大马Sir 戴三罢 那些磨碌 戴三罢更加衰竭 这班人我觉得 这班地铁员工 他们的理由当然是合理很多 他们什么戴三罢 你记得那些磨碌 你自己罢就罢了 阻止别人上班 你记得吗 经常在地铁楼上摆着地铁楼上摆着 记得吗 是 这班人渣 当时那些 你现在想到 如果你不能上班是多么惨 新同感受 有没有人出来谴责 有没有人出来谴责 当然你们不敢 你们只是说 原来英国是这样的 参加罢工的地铁线 又是 伦敦客流最大的几条线 当然 他们当然是找客流最大的 所以客流大 他们做餐堂 当然是 旺的地铁做餐厅 并不知港妈说 不是没工做 是没有地铁铁铁 很多人都说 有些人说 我买东西的 因为现在他们很多是 洗碗和 做餐馆比较多 都是这样的 暂时做吧 不知道他们会做做事 你不是吧 没地铁坐不住 那就应该不会的 另外 伦敦地铁每天 运输额高达 480万人吃 罢工直接影响到 几百万人 出行恐怕 有的人都 flood 那怎么办 其实 是可以先坐巴士的 还是 哦 rese料 一个交通工具 你硬塞四百八十万人次一天 你硬塞一些人 其实就等于变上那些巴士亦是麻烦 有些人说要走路 你们这些人常说是车差这么便宜 开单车啊,开单车一小时,一个多小时 像刚才你提到的例子,那位港妈洗完碗 你叫我走回去? 你没事吧? 哇,还要站住,不是坐着洗的 是啊 坐也辛苦,我以前也是坐的 不可能是坐得更辛苦 因为你要屈住肚子,坐得更辛苦 另外呢,很搞笑 居然那个 那个移英港人的专业板主就说 这些就是可爱 这些就是民主自由 什么? 这个人也很有名,叫什么厚 不开他的名字 他说是 伦敦地铁罢工 又贵又贵又贵又慢 但是非常可爱 这些就是自由民主 你这么说 那么你慢慢手 因为你不是住在那里 他就说 伦敦地铁 很窩心 你看 那些人笑容很好 难道那些站长都骂你吗 对吧 所以 真的很好笑 有些人还骂我 难道是指挡铁 香港 东方之猪 这只猪的猪 他说 哎呀,飞机师叫人加油 都搞得没得了 其实我想他应该指谈文豪 他不只是叫人加油 他叫人瓦里飞 喂,那时候香港机场 有人在 一大多人在聚集 干扰机场的运作 是吗 干扰机场还叫人家加油 加什么油 是呀 加油做什么 是呀 有些人说 香港什么权 司徒权 他也不敢说 国安法之类 怎么会保护人的 关事吗 关事吗 不是很明白 我也不明白 不过这个版主也很好心 非常可爱的 还有 他更加厉害 伦敦地铁 罢工加上便饭 醒你两朝自救 是真的 你这么厉害 醒你两朝自救 其实 罢工说 住得香港 应该都试过 党铁的 因为一大堆原因 停止运作 他肯定会 踩下香港 时不时 就几个小时都运作不了 但是 伦敦可能一停 也不知道几个小时 这个他说得对 最长是24小时 因为有些人罢工 对呀 刚才我们说过了 他说得对的 是24小时 但是对英国人来说 可能是价常变化的 但是 好像我们这个group的人 第一次移民英国 你们有机会重复我了解的 看海新闻也知道 在英国罢工这些活动比较多 其中英国 只是 地铁罢工平均每年都四到五次 有时还有邮局罢工 他们也有倒路的 不怕的 但是当地的民众也相当厌倦 你是不是说人家对呢 真好笑 另外 伦敦地铁罢工原因 多数是劳资够分 和政府争论 和香港一样 伦敦地铁是当地主要的交通 运载工举 他也说 对呀 没错 480万人前每日 如果地铁出现什么事 当地人会转搭小巴 或者巴士 甚至搭船 不过严重事 他也说回人话的严重事 根本等巴士都等到头痛 不知道情况的 你 即是这帮新移民 新的B&O 有时我也知道 你们会等到天方地佬 都未能上班 你也会说话 真好笑 另外 2013年 都试过 Uber 在地铁罢工时 立即升价 3到5倍 原来他们都是这样的 英国人 不会为你仕途 怎么会涨价 怎么会坐地起价 不会的 你自己也这么说 陶杰说不会的 很高尚的 很有型的 很高尚的 当然你可以说 Uber 不是正宗 白人开的 你这么说也行 但是我看到 很多白人都只用Uber 在英港 所以 当地 人一发生罢工 就索性 行路上班 但是 那个港湾 他说乘地铁都要 半个小时 呃 在家工作 洗碗怎样在家工作 我想问 你这个宜英专业的版主 你究竟做什么工作 不过他应该是去了英国有一段时间 而且 不知道是不是家庭主妇 Anyway 你洗碗做餐堂 怎样在家工作 那个什么老师 以前做bacary 就是做 做饼 你叫他怎样在家工作 现在学化妆 怎样在家工作 你们不要以为 你们在香港做的工作 是可以在家工作 去到伦敦也行 说真的 有多少个做到文职 都很少 就算做到文职 喂 你不是一样是要乘地铁上班 是吗 还有香港人 据我说之 行路和踩单车 都不是很多 做过上班 习不习惯 习惯回来 又很辛苦 不想做了 是吗 他就说 有没有办法可以逃过一劫呢 给一些提示给新来的朋友 有什么小提示呢 通常如果有罢工活动 会提前在网站 张贴一些罢工的通告 特别交通安排都会说出来 令市民准备好 如果路过 记得留意一下 废话 不用说也行 我知道了又怎样 知道了又怎样 他这句话存在逻辑谋误 就好像 刚才我说 他们安排了巴士 但你刚才也认识 哎呀 不过乘上巴士 可能不见尽头 等不到车 因为人多 大马上知道有什么用 我知道又怎样 我想问 有些地方可能 在巴士转转十多程才能去到 第二 他就说 哎呀 你们 下载一个 地铁的手机程序就可以了 程序会即时 我知道 是可以的资字 我可以怎样 是可以的资字 情况之下 如果你是 叫做旅客 可能是可以的 因为你不需要上班 但是 喂 你知道他说明星期六是整天的 那些早餐堂的 你怎样去呀 你早餐馆的 难道在餐馆过夜 都行 你早餐馆打你铺之后一直在那里做 也有些人是这样的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都行 不过挺搞笑的 他就说应用程式上会显示 即时会显示每条路线的服务状态 大家就看看是否可以正常运转 你这个又是逻辑 你刚才也说 他一般来说会通知你 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了 你又下载个APP 这样也可以 那你就当是有个APP 看着发生什么事 我知道了都改变不了什么 没错 阿姐 有些人就说 多谢伦敦 多谢什么 多谢什么呢 我不明白 我不打压而论自由 有些人说 惯什么事 人家在说通勤 关什么 言论自由事 唉 我只觉得 你们 其实这个港妈说的是没错 她真的回不了工 不要斗了 不要就说出来 真心地说 西方社会就是这样的 其实 跟香港一样 都有这样那样的困难 每个地方都有 你喜欢这个地方 你就忍不住 是吗 你就忍不住 伦敦地铁其实 都属于 历史悠久 伦敦地铁 其实 亦是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最重要 说得很厉害 1863年 1月10日就通车 好厉害 八年历史 是八年历史 地铁车辆在伦敦市中心 地底运行 到郊区地面运行 其中地面运行的路线占55% 地铁也有个别名 The Chub 即是管 YouTube Chub Chub 名称为何呢 因为车在 圆形隧道里面 就好像在管走着 这也是废话 其实 今天的伦敦 已经有总场 402公里的地铁网 其中160公里是地底的 是否可以用巴士代替呢 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用巴士代替 都是那句 你自己都懂得说运人多的时候 每个人都拥去巴士的时候 你可以请问一下 你可以顺利地上到巴士已经很不错了 是吗 真心地说 对吧 所以有些东西不好就不好 或者你觉得不如意就不如意 有什么问题呢 Oyster Car 不要记错的话 我自己也有一张伦敦地铁的 有一张地铁卡的 不过很久没有英国 已经过了一期 另外有些人就说 别人英国让你来这里 就说少两句 他也是说自己做不到工作 我觉得那个港妈是没错 他也是说自己做不到工作 他真的做不到工作 他有错吗 请问他有说错吗 是吗 好像不让别人说你有什么坏事 对 另外 我想社长也有说过 另外一边商 Uber 今个星期升价25% 应该是上个星期 11月11日 就开始在伦敦提高 收费标准 这个也是Uber 在2017年以来 首次提价 17年也OK 不过有人就说 哎呀 这么贵 怎么能夹起 夹得起 不过 你赚的份量 没有了 不是没有了 佔了一部分 都是那句 如果你们带不够钱 就这么惨 对吗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 我想社长也说过 疫情期间 很多Uber 司机 都已经转了行 由于 Uber 公司在 解封之后 希望吸引大批的司机 重返 平台 重返平台 所以 整个大伦敦的交通成本 将会增加10% 那么 在伦敦用Uber 叫做截车的话 基础价格就从5磅前上升到5.5磅前 基础价格 就是上升了10% 去机场 附加费就上涨了15% 高峰时段 打车的价格将会提高25% 正常的高峰时段是高一点的 就是这样的 在外国生活 不是你想到这么理想的 要你们的自由空气 那就是要有些成本的 这张图后面其实是我们澳洲 某家台湾餐厅的臭豆腐 我们这里的人都吃了 我们的节目背景套 是的 经常都会放下 放下美食或者美景 是的,没错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